女孩无意中在妈妈的抽屉里看到一根震动棒 她是叹性地暗动了开关 那熟悉的震动声让她瞬间响起昨晚上厕所路过妈妈房间时 房间里也传出这样的声音 甚至还夹杂着一些滴滴的声音声 要不是乔奈亲眼看到抽屉里的震动棒 乔奈怎么也不会相信 平日里一向保守的妈妈怎么会拥有这玩意来解决自我安慰 乔奈对此好奇 于是便找到了闺蜜说起了这件事 其中叫有奈的闺蜜告诉她 这是一种很正常的心理需求 妈妈就是在用这种东西安慰自己 可懵懂得乔奈却怎么也不愿意相信 因为妈妈在平日里对自己的生活要求特别的严格 就连自己的衣服露出小蛮腰 妈妈也毫不顾虑地要求她重新整理着装 甚至严重到看一下电视里动物繁殖的画面 妈妈都会强制性地挑胎 可此时的乔奈除了震惊更是以外 然而下一秒 妈妈走了过来 看到乔奈手里举起的震动棒 两人顿时尴尬地说不出任何的话来 乔奈拿起手里的东西匆忙地要逃跑 她怎么也接受不了一项温柔的妈妈 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让乔奈瞬间崩溃 此后的她对妈妈就产生了无比的厌恶 还好没有人发现这个秘密 然后将东西小心翼翼地装到了她的书包 本以为不会有人发现 谁知等她还没有想好下一步怎么处理时 忽然一位迎面而来的男生经过 与她碰撞之下还把书包里的东西碰翻了 一时间所有的同学都围了过来 看到落在地上的装备 同学们对着乔奈就开始指指点点 尴尬的乔奈瞬间不知道该如何去解释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英俊的男孩出现了 他举着手机向他走来 对着他就开始进行拍摄 还向围在一旁的同学解释道 这些都是他故意整出来的热作剧 目的就是要拍出这种惊吓表情的画面 听到这个无趣的解释 众人纷纷全身而退 而此时的乔奈也终于从紧张的气氛里 慢慢地缓了过来 为了感谢男孩的一片好心 乔奈鼓起勇气走到了他的生物教室里 还把刚才所发生的事情向男孩解释了一遍 好在对方并没有嘲笑自己 还主动安慰着乔奈的情绪 甚至还邀请他一起欣赏鱼缸里的自由自在的鱼 以此来放松心情 就在男孩的陪伴下 乔奈的心情才慢慢地得到了改善 紧接着母亲打来电话 此时的乔奈还是选择了拒绝 男孩看到乔奈还是没有放下心中的成见 于是第二天便找到了生物老师 想趁机让老师给乔奈科普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在一家成人的百货店里 看到满目琳琅的的女性医疗器械 乔奈很是震惊和不解 老师严肃地告诉他 之前的妇女常常是因为压抑许久得不到心情的释放 导致最后被送到了神经病医院 为了拯救这些可怜的妇女 医生们才发明了按摩棒的原型治疗器材 而这些只不过是女性保护自己的常见手段 听到老师的话乔奈恍然大悟 他明白以前是自己对母亲太过于苛刻 为了祈求母亲的原谅 他贴心地买了一个高级碗衣送给了母亲 此刻两人的隔阂也在这一刻烟消云散 可是很快母亲就发现了乔奈的反常 这天 母亲正在女儿房间打扫卫生 他不小心发现了一个带包装的塑胶用品 女孩要和男友约会 但看着手里又知道不能再幼稚的内衣 心底忽然有些不安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乔奈在闺蜜的陪同下来到一家内衣馆 面对各式各样类型的内衣 乔奈有些看花了眼 很快闺蜜挑出一款血红的内衣 看到如此夸张的颜色乔奈直接拒绝了 第一次恋爱的 她不想让男友为自己贴上性感奔放的标签 于是闺蜜又拿出一件可爱封的淡黄色 既不夸张还能迎合男性的取向 听闺蜜这么一介绍 乔奈很快对这款黄色的内衣有了兴趣 第一次恋爱的乔奈 正处于青春期懵懂的年龄 对于向往爱情的冲动 她难免感到了无比的好奇和追求 她甚至不知道接吻是该做出什么表情 这天 刚和男朋友恋爱还不到一个月的乔奈 就在放学后的教室里 男朋友邀请她到家里见面 面对突如其来的邀请 乔奈一边纠结迷茫 一边又隐隐期待 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乔奈 瞬间变得紧张了起来 于是 揣着好奇 羞涩的的担忧 找到了闺蜜团寻求帮助 闺蜜们替她的第一次约会正式替她开心 可对于17岁的乔奈来说 最关心的问题是第一次会不会痛 面对乔奈关于第一次的讨论 很显然扎丸子头发的闺蜜 像个惊艳丰富的老司机 她给出乔奈的答案是 这是女性成长过程的必经之路 还从手机上翻出一篇调查报告给乔奈看 报告上显示世界上平均体验的年龄在17.3岁 想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 乔奈这才安心了下来 想起男朋友那双深情期待的眼光 乔奈终于鼓起了勇气前去复约 还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望着这陌生的环境 乔奈的心不惊觉的紧张 为了营造尴尬的气氛 乔奈还找出了好多笑话来讲 可预想的美好和温柔都没有 偏偏这个时候 男友却火急火了地拉上了床帘 就连他精心准备的衣物 也被男友的粗暴无情地丢掉了 最后一刻里 他选择了逃离 却引来了男友的不解 面对男友的质问 乔奈觉得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他奋力地推开男友 离开了这个他认为美好的地方 本以为这段懵懂得初恋 会就此画上不圆满的句号 但就在第二天 乔奈得知了一个 更加让他悲痛的事 学校的校园群里 忽然出现了不少 关于他是一个五毛女的留言 原来散播消息的 正是自己的男友 乔奈既伤心又委屈 认为 正当乔奈准备质问男友时 却无意听到男友 只是和别的朋友打了个赌院 要在一个月之内将他搞定 此时的他根本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真的 就这样美好的爱情 就这样在一场骗局中结束 无助的他又一次来到了 潮日忧的生物教室 当他听说乔奈的时候 却没有感到可笑 因为在他的认知里 就算脱毛也是要男生来脱 比如说在动物街里 凡事都是雄性主动的事 经过潮日忧的点拔 乔奈的心慢慢被治愈了 想明白一切后 他向两个闺蜜 反思了自己之前做的事 都是因为自己对性知识太过匮乏 从今以后他要学着多爱自己 不再像以前那样懵懂无知了 对于乔奈先进的认知思想 两个闺蜜很是震惊 于是他想到了学习 有关成人方面的知识 不料 闺蜜却出了大事 女孩一脸懵懂 向闺蜜探讨 这个形容把乔奈侠的毛骨悚然 可闺蜜却丝毫不以为意 他正沉浸在青春期的美好幻想里 每天都活跃在社交平台上 和很多男生快乐的聊天 而这天 他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真命天子 并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 和对方的关系突飞猛进 在他认为只要有密切关系 就会知道对方是否适合自己 可没有多久 他就被染上了重病 这天刚刚下课 他就开始兴奋地和好朋友 炫耀着甜蜜的感情和喜悦时 忽然身体下面有一股刺痛的感觉 他慌慌张张地跑到卫生间查看 却被眼前的景象给呆住了 竟发现下体不知何时 长满了一粒粒小疙瘩 回到教室的女孩 伴随着刺痛感愈来愈烈 最后强忍着 只好先来到校园的保健室里查看 甚至不敢想任何人透露消息 乔奈和闺蜜非常的担忧 他们以为他是不是和男友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 是不是怀孕了 抱着这个想法 乔奈下课后 跑到朝日优的生物教室里 查询了相关的资料 直到朝日优的到来 才告诉他 女孩可能被传染了一种叫生殖气泡疹 那是一种传播性极快的病 乔奈听后十分的震惊 抱着相关书籍的两人找到了女孩 耐心地询问着女孩各种发病的症状 看到闺蜜如此的担心 女孩便不再隐瞒 果然女孩的描述跟乔奈查询的过程是一幕一样的 她告诉闺蜜 她是被传染了生殖气泡疹 说完乔奈将书上的症状翻阅给女孩看 于是在三人商讨下 决定去医院尽快做检查 为了不让父母知道此事 在乔奈和闺蜜的帮助下 三个人一起凑到钱来到了医院里 好在女孩的病没有大碍 经过检查的医生告诉她 初次缓病的生殖泡疹并没有那么可怕 吃上几次疗成的药就好了 而诊断的结果是男友传染的 此时女孩也终于认清了现交男友的不见点 于是心情瞬间变得复杂了起来 走出医院的女孩告诉了闺蜜们 这时 闺蜜也不再做隐瞒 就在前几天她看到过女孩的男友和其他女孩在一起 但看着正在热恋的女孩便一直没有敢开口 女孩知道真相后 伤心之余下 很快振作了起来 她找到了渣男分手 并将她染病的是当着前女友的面前全抖了出来 说吧 便将男友送的项链狠狠地砸向了她 做完这一切 女孩很潇洒地转身 这不距离 我觉得17.3不是为了告诉我们一个数据 它是为了告诉即将成年的我们 在面对性的时候更应该好好保护自己 这样才能顺利地健康成长